17号傍晚 泰国曼谷发生爆炸 造成20人不幸葬身 伤亡惨重 发生爆炸后第4天 尽管曼谷市区的紧张气氛减缓 逐步恢复正常 四面坡也重新开放 但旅居泰国的台湾民众 连心有遗迹 面对这起事件 泰国警方不敢大意 日前公布嫌犯画面 表示至少三人涉嫌爆炸案 其中一人为外籍男子 并指出主嫌头发貌密 戴粗犷眼镜 说着非英语的外国语言 而是否为外国人士 或伪装真实身份 仍无法确定 根据案发现场留下的碎片 证实爆炸案为专业人士所为 目前受波及的6名台湾旅客 有两人已经返台 还在泰国接受治疗的伤患 驻泰代表处表示 将协助患者家属与泰国沟通 至于后续所谓赔偿的问题 那么泰国政府 已经透过总理及卫生部 对外做了一个政策性的宣示 也就是说 只要是这次事件的伤者 短期的医疗治疗 由泰国政府来负担 但是长期的 或者到私人机构 以及其他特殊安排的部分 需要再进一步諮商 泰国警方表示 目前全力调查 也将主贤肖像 交给国际刑警组织 请求协助追查炸弹客的下落